我們之所以說要謹慎 那也是因為有這些前車之見 那大家都要小心 台灣3月起多項防疫措施鬆綁 疫情看似漸入曙光 不過香港確診人數還在爆發性增加 光是2號單日確診就突破5萬人 外界也擔心 台灣在邊境放寬 簡易縮短的同時 現在的香港 會不會成為未來的台灣 國外的鬆綁就是非常 極盡式的鬆綁 它一下子把所有防疫規定都 那個換氣調的話就會 有的時候會出現猛暴式的疫情 預期可能還是會有一些零零星星的 境外一路個案會發生 然後我們的社區也不排除 以後也會有一些小規模的群聚感染 但是在大規模接種疫苗的群聚之下 很大部分還是一個輕症 那也不會造成醫療機構的公問負擔 政策解禁 疫苗施打率也要持續前進 但容易發展重症的長者 反而施打率低迷 十二歲以下的兒童沒有疫苗的保護下 如何避免長者和兒童曝露於染疫風險 有專家建議要讓入境者減少接觸 長者和兒童 是在實際上這個不容易做到很確實 因為這個病毒會連跟連之間傳來傳去 甚至會有無症狀態病毒的狀態 那我們雖然說盡量避免接觸長者 但是長者即使在加裝 也會被他加裝的傳染到病毒 所以這個大概不是百分之百的一個防護 現在當務之急 還是要催長者盡快施打疫苗 至於疫苗年齡能不能下收 以時透露台灣專家已有共識 兒童可以施打疫苗 但是卡在疫苗藥廠 還沒有授權給台灣食藥署 儘管沒有疫苗保護 兒童還是要戴好口罩勤洗手 才能避免病毒威脅 那麼才能不知道 搭 Weise 要戴 Naras